爸妈都是为了你好 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句话 就是一句毒药 所杀了我的一切 但父母说的很真诚 这里有两个原因 我首先说 如果用现在的词来讲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被父母的苦难绑架过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 每天给我保证一个鸡蛋 其他的不能保证 有没有肉这是扯蛋的事 就只能弹蛋 多年以后 我母亲依然告诉我说 儿子 妈妈这辈子对你最大的 对得起你的地方 就是在你小时候 每天给你保证一个鸡蛋 我是无法理解的 我觉得很难吗 不就一个鸡蛋吗 但是你回到他那个代 你就知道 每天吃一个鸡蛋 这是很大多数家庭来讲 可能是很奢侈 就他真的要放弃 自己的一些生活费 放弃自己的一些盘中餐 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做了以后 他就喋喋不休的 告诉他的儿子 我做了 作为你的母亲 我对得起你了 那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很多人会说 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也好 或者一种绑架也好 这是第一句话 还有第二就是 我会跟我讲很多 然后最后就结论就是 爸妈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因为人性上讲 父母的眼泪往下流 大多数的 绝大多数的父母 其实都是为爱女好 第三 人不到40岁以后 不要说酒好不好喝 我说的酒是白酒 我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更懂男人 你会发现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40岁以前 特别是35岁以前 我是特别鄙视喝白酒的人 我觉得你们这喝白酒的人 在我看来 就是属于第一年纪大老了 第二就是 这不庸熟的东西 你们怎么会喜欢的 第三 我年轻的时候 我最喜欢喝的不是白酒 我也很少喝啤酒 我喝的是红酒 我觉得红酒才一范儿 因为你看红酒 从开始教长 这个醒酒 倒酒 喝酒 它整个流程 一时感拉满 所以我看白酒 是有鄙视恋的 等到我40岁以后 慢慢慢慢到今天 我觉得 人生不喝白酒 你活着干啥 但是你要过40岁才能体验 所以 很多人说所谓的苦难教育 父母的苦难教育 来绑架我们 说这种话的人 大多不过40岁 因为你没到这个年龄 所以才会满怀澎派的 说这些 你认为永远正确的话 首先我认为是 你是没到年龄的 第二个就是 我认为 我的父母 80后 90后的爷爷奶奶 是有资格说这种话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GDP 600多亿人民币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 我们那一年的GDP 大概3600多亿 新中国成立了30年 GDP翻了6倍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父母 90后 00后的爷爷奶奶 他们的工资 只涨了50% 所以那一代人 整整30年了 起码三代人吧 他们放弃了一个 伟大的东西 大家能意识到吗 他们放弃了分配 就是他们为这个国家 贡献了6倍的GDP 他只拿了50%的增长 我换句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 你为这个公司 翻了6倍的利润 但是给你的工资 只涨了50% 你开不开心 你不开心吧 但是内代人 他认老认缘 从无抱怨 而且他对国家 心怀感恩 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父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 我们父母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 他是真的做到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就是 不要说80后了 我父母都是这样 一样 比我今天 我是完全解决了 吃穿用住行 跟我父母出去旅游 安排他旅游 二等坐就可以了 很好了 现在不用做绿皮了 千万不要买商务坐 可是我妈是坐轮椅的 老太太 又很胖 他如果坐二等坐 你觉得怎么坐 所以我每次父母出去旅行 我都是给他买商务坐 但是我父母不坐飞机 他觉得飞机太不靠 所以我第一次 他不知道 我就买了一个商务坐 他说儿子这是什么坐 怎么没什么能的 他觉得不安了 你能感觉到他很局促 第二句话就是 儿子是不是搞错了 我说没错 就在这里 第三句话就是 这要很多钱吧 二等坐就可以了 我马上回答就是 不用钱 他怎么可能不要钱呢 我说我的学生 是这个站的站长 他们每一年 都有一些特定的位置 是不用花钱的 我母亲说 那要谢谢人家 我说是 儿子已经谢了 所以父母说 不要住好的宾馆 住招待所就可以了 在我父母那辈子里头 是有招待所的概念的 我说娘 现在去哪找招待所 他说儿子有的 各单位都有 我说现在早改革了 哪还有 我带我母亲去吃大餐 他说儿子 你妈多少岁了 吃不动了 晚上就一米小米粥 两三个小菜就够了 你吃这么多琳琅满目的 我只能看了 这钱真的白花了 我说每样吃一口 他说那不是浪费吗 我说不浪费 你吃完了 儿子吃 比如说牛排 你就吃一口 最后那个牛排 我是 我不拿第二块牛排 行吗 娘 娘说行吧 我儿子大笑子 那我尝一尝 我有一次 带着我父母去吃海鲜 我点了一条苏梅 吃完了以后 我娘觉得特别好吃 这条鱼 那么点菜的时候 他说儿子 这酒店不错 这餐厅不错 我说是 老板是我的学生 我永远都是这种故事 老板是我的学生 他说当老师还是蛮好的 学生真多 我说是啊 全世界 娘 真的我学生并不全世界 他说这个老板真的可以 有钱 开这么大的酒店 我说是 我学生里头 有钱的老板多 然后我就跟他点了一个苏梅 然后点了一个蔬菜 还点了一个肉 老人家吃不动了 我就单独请我父母 就我们三个人 然后那条苏梅吃完了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没吃完就打包 还带回去了 说明天继续吃 他跟我爸说 老头子这条鱼好吃 他说我估计这条鱼不便宜 怎么样也要一百多 我说是 我说估计 然后我就准备回家 我母亲做了人鱼 我就推 推了人鱼的时候 我就突然我要上洗手间 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老爸你扶一下娘 我老爸就闲来无事 就推着我母亲 就去海鲜池逛 就看到了那苏梅 他说这个鱼是不是 因为游过来的时候 不是跟我们那个长得很像吗 他说这点的可能就是这个鱼 他一看 他说这么贵吗 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 他说那条鱼要多少钱一条 我说我又没买单 我怎么知道 是我学生买的单 他说你知道吧 我们欠人家好大人情的 哦 你说怎么了 那条鱼好贵 他说有好多好多钱一斤 我说哦 我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哎呀 我们不要去吃人家这么贵的鱼 就是当我讲完唱片这几点以后 我们就应该开始理解我们的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 他们为什么会给苦难教育给下一个 就他真的不是本意 他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叫真情流露了 所以人这种动物 真是没有感情深受 当你没有走过那段路 你没有体会过那段真龙岁约 你是无法想象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误会就是 父母总是觉得很懂自己的孩子 不是的 其实儿女是更懂父母的 我们看父母 那叫一个真真切切 父母看我们 那叫一个云里云里 因为父母在儿女面前是不会装的 儿女在父母面前会装 特别是成年以后的儿女 会报喜不报忧 压力很大 但是不跟父母说 你跟父母说的后果就是 除了增加烦恼 增加父母的担心 你还能增加什么 除非你爹你妈特别有钱 或者是特别有权 像你家成这样的父母 没几个吧 一生一世都可以照顾你 没几个吧 真的能少管就少管 但是有些底层要管 你比如说 不能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 什么谈什么女朋友啊 找什么男朋友啊 要求底层逻辑就好了 比如说为人要正派了 不能有恶习了 至于他是哪里人 长得胖不胖 个子高不高 黑不黑白不白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 会自由判断 所以我就觉得父母其实是 我觉得是不需要那么懂孩子 懂他干嘛 越懂越添乱 我觉得父母唯一需要的就是 啊有OK 对你安全吗 你还在吗 我觉得父母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 就儿女如果能做到 每天给父母报一个平刊 我在平安 我觉得父母就很好了 父母就会被搞定的 五体投地 舒舒服服 我就是用的这一招 我已经差不多快 二十七八年 给我父母每天打一个电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聊什么 就是你把电话打过去以后 你就说老爸老妈 我到深圳了 然后你按开免提 剩下的话你不用讲了 他们全部讲完了 然后你就 嗯啊哦哈 就可以了 配合一下就好了 这就叫人情世故啊 这就叫社会烟火器啊 这时候你需要什么 认真的配合一下 然后他就觉得特别愉悦 是这样吗 你怎么样跟你的孩子 去做好沟通啊 父母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当他不是你的孩子 就是我们通常 我们跟别人家的孩子 我们说话都会很什么 很客气嘛 可是我们跟自己的孩子说话 我们就会很什么 上帝的视角嘛 我们经常会觉得 哎这个你不懂 你不懂 爸妈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他总是用那种 上帝的视角来看你嘛 所以当你用上帝的视角 来看你的孩子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嘛 你知道我跟我孩子 怎么说话的吗 有一次的就晚上回去了 都十点多钟了 然后呢正好儿子媳妇也在 太太也在 我说我们开个家庭的小聚会 给大家拒绝 因为明天一早 我又要出差 你知道我说的就什么话吗 我跟我儿子这么说的 儿子啊 有一个大事给我算过了 我的命 我儿子很认真的 啊你的命是什么 就是我是想儿子服的命 哎 我儿子说 大事难道会算这个吗 他说会啊 大事说第一 你的儿子会跟你在一起 第二 你会帮助你的儿子 第三 你的儿子在你的帮助下 会比你做得更优秀 第四 你准备着最好的命就是 到了你老年的时候 你儿子赚的钱比你还多 关键是你儿子还很孝顺 哎呀 我觉得这个大事说的特别好 我儿子 你赚的钱比老爸都多 你觉得是真的吧 我儿子说挺像的 但是 我那个儿媳妇觉得 这话说的也很有什么 也很有道理 记住啊 对于我儿媳妇来说 我的钱不是他的钱 对于我儿子来说 我的钱也不是他的钱 但是对于我儿媳妇来说 我的儿子赚的更多的钱 是他的钱 同意吗 所以他也更开心 所以你看 一句话讲的什么 所有的人都很开心 当你用这种方法 跟你的孩子去聊天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第一你看 大师都说了 我爸会帮我的 所以老爸你要帮我 他再也不会觉得说 我是靠爸爸的 你帮我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比你做的还要什么 还要好 这是大师做的 你要学会去跟你的孩子去聊天 就把你的孩子 当别人家的孩子 那你用这种方法去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天下没有难过的 父子观母子观 我以前跟我父亲很敌对的 我父亲在我高中的时候都说 这辈子也不知道 上辈子做了什么 生下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父子关系非常紧张 但是今天我父亲觉得 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儿子 搞定老爷子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知道吗 这是定位教给我们 沟通最好的方法 不是强势 是什么 是弱势 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 更柔软的位置 你会发现 你跟这个世界就融合了 当你软下来 世界就为你打开 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企业 改变你的家庭 改变你的生活 其实定位是一门 很好的学位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社会学 首先要解决 你要有一个理论 指导你怎么去沟通 否则你就扯淡了 那你真的是靠经验 靠你的这种积累 那你真的是走到哪里算哪 如果你们的孩子要结婚 一定要去个原生家庭看一看 去吃两顿饭 然后到那里去制造一点麻烦 制造一点冲突 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 这个麻烦和冲突的 如果你发现 这个原生家庭的父和母 他们两个之间会什么 好好聊天 如果你发现 这个原生家庭的父母 跟他们的父母会好好聊天 跟子女会好好聊天 子女跟爷爷奶奶会好好聊天 会好好说话 这个家庭一定不错 这里头有很凶的爸爸 很凶的妈妈 或者很凶的奶奶 很凶的儿子 很凶的女儿 你可以制造一点小麻烦的 你看他们家庭成员的反应 但凡有过分强势 不会好好说话的甩脸子的 说话很臭的 你都要小心 有些人天生就会聊天 有些家庭真的是很和谐 但是不多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什么家庭 和谐的家庭 这样的你的女儿嫁进去 就会很什么 很幸福啊 你的儿子娶回来 就不会是捞你 你女儿嫁过去的就不会是渣男 就是捞女和渣男 是不会在这种家庭诞生的 跟贫穷和富贵没关系 我的儿媳妇 跟我的女儿一样亲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是扯淡的观念 你的儿媳妇 一定跟你女儿不一样亲 有的人说 我的女婿 跟我的儿子一样亲 这不扯淡吗 怎么可能呢 你打你女婿两个耳光 你试试 你骂你女婿两点 别说打耳光了 你骂他两句 当面骂 拿脚踹 你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你踹踹你儿子 你儿子没什么反应 你踹你女婿试试看 所以人的很多感情 就是父母叫自我欺骗型 记住啊 你的儿女结婚了 你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老婆 你的儿子就是别人家的老公 你儿子跟媳妇一起回来的时候 或者你女儿跟女婿一起回来的时候 记住 是别人家的人来了 只有你儿子单独回来 或者你女儿单独回来的时候 那才是你曾经的宝贝回来 拎拎请好不好 各位成年人 各位成年人父母 那很多父母搞不清楚 小孩子长大了 管天管地 特别是结了婚的儿女 那就更扯淡 所以最好的方法 对付结了婚的儿女就是 第一 别人家的女婿 别人家的媳妇 这是第一个观点 转变观点啊 转变 思路要改变过来 第二个就是 千万别掺和他们的夫妻感情 他们要吵 你就跟他们说 慢慢吵 关上门 你就走 管他吵的空间替看 是结婚还是离婚 还是半结婚 还是半离婚 还是吵了以后又破情重圆 那是他们俩的事 真的你别掺和 你越掺和吧 这事越大 你说你帮谁 帮谁都不是 你说你帮个女婿 帮个儿媳妇 这不更扯淡吗 第三 不要管他们的财务 哎呀 什么扯钱啊 浪费钱 还有很多父母 我觉得真是 一会儿说 宝贝啊 你这个买贵了 一会儿说 你这个是不是太浪费钱 要节省一点 这不扯淡吗 他又不用你的钱 你帮他那么多干嘛 除非他坑爹坑娘 那你就可以说 不行 老子的钱 不给你买这么贵 你有权利 只要他不用你的钱 你管他这个干嘛呢 第四 不要管他的 特别是他的一些 商业上的看法 除非你自己做父母的 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否则的话 如果你做企业 不是很成功 你做事业 不是很成功 你凭什么 给你的儿女教育 我也给儿女一个建议 我们对父母应该有孝心 但是 如果你的父母 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千万不要问你的父母 生意是怎么做的 我去做这个行不行 我想投资这个行不行 我想干这个 别问你的父母 为什么 他们都不懂啊 所以给试点这个建议 父母的财产 就应该放在父母身上 不要放在儿女那里 这叫人间清醒 明白吗 这跟爱不爱 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有什么毛线关系啊 我钱放到我身上 我就不爱你了 你什么老家 我告诉你 特别是成了家以后 这里有孩子成家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个儿子 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 这个女儿 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 是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老公 他就有个小家庭了 一个小家庭 他有自己的考量 你怎么样 让儿媳妇更温柔 怎么让女婿更孝顺 你思考个这个话题吗 如果仅仅用爱 可以解决吗 你没有发现 你对有些孩子 你对他越好 他越啃老啊 如果仅仅是用爱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里头就涉及到博弈论 这就叫什么叫排兵布阵 利益如何去纠结 如何去牵扯 老特有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 是不是有每个孩子 来看爹妈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乐情是不一样的 关怀是不一样的 同不同意 你知道老特是什么管理的 管理的港港的 开了个会 以后孩子们呢 你们来看我 每一个小时 待在这里看我 跟我聊天 加一分 不到一个小时不算 而且你到我这里来 说陪爸妈妈吃饭 可以要交钱 那你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处呢 等我百年以后 一二三四五六 你们六个孩子 比如说老大 一百分 老二三百分 老三三十分 把这些所有的分干嘛 加起来 然后呢 用老大你的分一百分去除 老二的分去除 我的财产 比如说有一百万美元 我就按这个财产比例分 公平吗 不要矫情 我从此家里头 欢声笑你 谁也不敢得罪 而且老特可以随时 就是我今天特别意外 老三 加一分 因为你拉我愉悦了嘛 有人说 我喜欢喝酒 以前妈妈老二来 从来不说酒 他说爸少喝点酒 我不喝酒 老三来了以后 老三说爸我陪你喝 陪我喝酒 加一分 老二从此也不废话了 爸我也陪 所以老特说 这个世界上 百分之九十九个问题 可以用一个字解决 叫什么 你说那么多废话 有人说 顾老师不能老谈钱 所有的道德 所有的伟大的前提是什么 都是要先解决钱的问题 你不解决钱的问题 你来谈道德 你不觉得你在耍流氓 我非常反对 中鸟年人 把自己的所有的钱 给子女 然后活在子女的家里 这手牌打得太烂 就是六十岁以上的 很多老人会喜欢 把钱给儿女嘛 然后说 儿子我以后就给你了 闺女以后就给你了 这个不要 就是永远放在自己手上 记住 直到临终 嫁出去的女儿 回来就不是女儿了 是别人的老婆回来了 儿子娶了媳妇 就不是你的儿子了 是别人的老公回来了 所以所有的钱 都要算清楚 我儿子回来 我支持他创业 但是股份说得很清楚 爹是爹的 儿子是儿子的 为啥呀 他有媳妇 这是两件事情 先算在我的名下 收在我的囊中 至于我要怎么给你 那是另外一件事 还有我不一定给你的 我跟我儿子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儿子从不贪图我的钱 主要的原因是图不到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有独立 否则我告诉你 什么事都会发生